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不是说Odin Light 因为今天会用到Android 不如这么久没了,先试这部机 我今天会用几部机去试 那今天做什么呢? 最近PS Vita 非常火热 有我之前新的PS Vita 破解方法 还有模拟器方面,Vita 3K Android 版都出了 之前也有问过,叫我分享一下 其实我开始真的没有想过分享 因为现在玩到的游戏 都好像只有30%左右 我会放在下面的描述 大家可以去看看Gamelist 的支援度去到哪 大家可以在Gamelist 上看清楚 有你想玩的游戏才去做 因为还有很多游戏还没玩到 都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有PS Vita 本身有部机 还没破解的 看回我的影片,先破解了 非常简单容易 回归正传,今天讲回Vita 3K 我会和大家一起安装 接着就用Odin Light 去测试一下 亦都会用其他的Ebonic RG 520 去测试一下 对了,那只不宜遲 开始了 好,无论你是用手提电话也好 你有我这些开完掌机也好 只要是Android 系统都可以试一下用 PC 版掌机当然可以用Windows 版 Linux 那些也用Linux 等等 现在总之Android 版 我们现在去网站 开开网站 去完美网站 下转 按照你自己是什么就这样 我们现在这里是Android 那我就安裝這個 Greform Github 第一個應該是最新的 下載了下載 這個 APK 下載完 Open Install 再 Open 選擇自己的語言 它是沒有中文的 好像是沒有中文的 有中文的 大家可以按中文的 我也是用關英文 我就按英文 它要安裝兩樣東西 一個是Firmware 一個是Front Pack 下載了先吧 我們去下載 它會帶你去 PSV Official Site 3.74 現在是最新的 下載了下載 下載完 我們先回覆 糟了 我內容到我真的不太適用 就是這個 下載了下載 一個是PSV Update 一個是PSP to Update 有了這兩個之後 我們先回覆 先回覆 我們應該回覆 這個 Beta 3000 可以按 安裝Firmware Files 那你就找回剛才的兩個 先安裝 PSV 第一個 先安裝 OK 完成了 第二個 安裝 PSP to Update 這個 OK 那就完成了 Next 那我把這些 放進去 Next OK 基本上 到這裏 就帶回你去 有什麼支援 等等的東西 大家可以在這裏按 都可以的 或者連結我會放在下面 Description 對 我按下 Show Next Close Add User 開一個 那我就 OK 我按 Automatic 對 這樣就進來 PS Vita 的版面 那 那 這裏 FPS 有阻礙我 對 上面這裏 可以教授 可以有些 Configuration 這些大家自己玩一下 Control 所以自己設定 如果不喜歡的話 最重要這裏 Files 它支援的遊戲檔案 要不就是PKG 要不就是VPK 或者SIP 如果在網上 下載回來 如果是PKG 就可以直接放在這裏 安裝 然後找個位置去安裝 就可以了 然後 如果你本身是 自己 backup 用我之前教 PSV 的方法 去 backup 你自己的卡大 的話 你要多加一步 就是 將那堆 Files 就要 compress 所有的SIP 然後放在這裏 我今天會用這個方法 那 我現在回到電腦 跟大家 製作一下 好了 回到電腦 左邊 就是我自己 備份了的遊戲 右邊 就是它的網站 現在這個模擬器的支援度 去到哪裏 看到Playable 綠色的 有420多隻 其實所有遊戲 是1090隻 但好像不止 不過不要緊 它大約 現在有30%是Playable 但坦白說 有些遊戲 你可以直接按Playable 其他遊戲 真的可以不用試 因為有很多遊戲 其實是不玩的 譬如 這些 這些 很多遊戲 是不玩的 有些大作想玩的 未必有 Anyway 大家可以檢查 有什麼想玩的 你才試 否則 不用浪費時間 我今天試幾隻 Super Robot Wars X 是可以的 我這裡有 這裡 它要怎樣做呢 你按入遊戲中 之前 如果你學我方法 之後 記得 你未必看到這些 這些是這個 System Files 你如果按進去 開頭 還未設定 看到Hidden Files 可能什麼都沒有 你要去點點這裡 去Options 跟著 View 跟著 這裡要按 Show Hidden Files 對 OK 這樣才能顯示 這些是遊戲 系統的檔案 你要怎樣做呢 這樣其實你放在PSV 那部機器 破解了機器 就可以玩到 但如果要放在這個 模擬器 你就要選擇 按右 按鍵 可以Compress to Sip Files 按下去 等它 Compress完之後 OK Sip完之後 我們 用回這個 遊戲ID 然後 Replace 這個名字 對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 由於時間關係 我已經做了四個遊戲 我今天就試試這四個遊戲 它有些是難溫少少 有些是沒有那麼難溫的 我就拿幾部相機來測試一下 好 那我先把我的SD卡 方便 插在我的相機上 過完了 我們就可以拿到相機上 好 OK 過了遊戲了 我們去Files 跟著 安裝這個Sip 因為我是Sip 對 那我選擇Files 那我放在 那我試乎你自己放在哪 我放在OldenLight裡面的PSV 那我把遊戲放在這裡 這隻是Metal Slug 3 好 可以按走 Overlay 啦 接著 Ctrl OK 先試一下 音量沒問題的 音量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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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剛才的什麼都沒問題的 先試一下 街霸 街霸 vs Techован 這隻應該稍微難刷上面 嗯 有些地方起格 好看 好,剛才鐵拳有點窄的 有些圖都出不完 那就試完這個吧 嗯,這個可以的 這樣就認識遊戲了 OK,現在不如我用我的手提試試看 我的手提電話應該是比這部Odin Light 強的 那我試試去鐵拳,行不行 接著再拿那些沒那麼強的掌機試試看 在Low and Shaders 會比較慢 但是呢 已經看到沒有剛才那些起格的問題 所以應該都是關於機能問題 還是 這樣不知道出不出到 但是還是看不到球的 還是看不到球的 嗯,還是看不到球 對,對 OK,但就順暢左 Retroid Pocket 2 2 Plus 就直接打電話 所以不行 對了,無論我如何 我們開始後 做了RG 552 呢 都是 都是進不出那個 Vita 3K 不斷打電話 所以呢 這兩部都玩不到 對了,唯有一部Odin Light 就玩到一點 但是 鐵拳那些難跑少少的 都不太得住 我相信硬件有影響 還有模擬器未夠穩定 都會有少少影響 那我 我相信如果手提電話 比較高階一點 那些 可能 Snapdragon 8 Gen 以上 那些 就應該OK 對了,今天 測試到這裡 我覺得 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試一下 但如果已經有一部PS Vita 的話呢 絕對建議你 破解了一部Vita 好 那今天就先說到這裡了 喜歡這部影片 請大家留給我一個Like 還未按訂閱的 按訂閱 再按鈴鐺 我的新影片 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我一杯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寶 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我的Patreon 會員頻道 詳細資料下面的Description 裡面有了 好,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